你的名字,不是用手机的名字 用手机的名字,如果你可以改的话,进去里面改了 这位用Vivo的1723,什么名字可以在里面改 要是你真的不会改的话,你可以讲出来 然后我帮你改也是可以 但是李老师要给我co-host 我再帮大家改名字 因为手机的名字太多了,就非你的手机的情号是独一无二 那是不大可能的事 我们的讲座是讲关于大家如何在新的一年和往后的年 如何通过了数字来创造台湖 我们的简短介绍一下我们的讲师 白衣的有一点像那个白天使,就是很有趣的那位女士 就是我们的李成为李老师 她也是有这个Facebook page,就叫做Nancy Lee 她的名字,英文名 因为大家去Facebook可以关注这个page Like这个page,以后有新的视频你将会收到 就比如说我们每个星期晚上都有视频关于讲风水的 完全免费的 右边的是我们的公司微信公众号 如果大家扫描的话,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发了很多感觉 我们现在发的很多文章都是关于这个论语的 论语,大家知道就是一个国学文化的非常著名的一本书 很多人其实是一直有收看论语的节目 但是我们每天才会发文章,大家可以每天都学习 我们的老师是毕业期新加坡南亚理工艺大学的硕士学位 都是MBA,也是我们这个伊都国学研究院的董事 应养苏联能力学的创办人 老师是从事命理风水八字已经有好多年了 其实还会很其他东西,比如说指挥斗书面相学也是有的 所以大家有开视频的话,就可能老师可以给你看看你的面相 到底是没有福相了,没有福相的话可能要去改一改,有福气 我们的老师是谁呢?就是领鼎大名的胡一鸣大师 他也是命理界工人的地名人,台湾巴之地名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风水师,很多巴之老师其实是向他学习 然后如果你去搜一搜,去YouTube搜一搜,你看到很多关于他的视频出现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他也是被中国中央电视台访问过7次 中央电视台是官方的电视台,它是很有数字的,不是随便访问人 但是我们的福一鸣大师可以上了7次,证明了他的教学没有宗教和明星成分在内 重点就是因为他很准确地预测出中央电视台大楼哪一年,哪个月份,哪个部分会火烧 当他真的火烧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灵,所以就邀请他上电视台 然后一次讲不完,还上了7次,他过7次他就不要上 他说就给大家其他的一个机会 我们老师现在学习,所以也算是继承了他很多的精髓 这个也不是我讲你讲,这是我们的一些同学学生们讲的 因为李老师其实本身也将在下个月会被上样式访问 具体是什么,我也不大种 我们李老师其实获得一些的奖项,就比如说17年18年的亚洲顶级商业品牌奖 19年获得中国周一百个名家的荣誉证书 还有去年获得中国政府认证的那个议念邮票 就是政府的邮局发行的邮票,有我们李老师头上在里面 还有就是去年,这个就是周一百名家的荣誉证书 这个就是那个邮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能我们就给你一个电子的邮票吧 大家可以看看,但是这个邮票只可以在中国用 中国以外不能用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老师也是获得了被篇入这本书叫做《崛起的力量》 这本书是放一百个华人华侨对中国的发展有影响力的 想想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亿个华人呢?超过11个华人 但是他只选中一百位结束的华人华侨对中国发展有影响 里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 重点就是李老师是很有分量的 但是李老师也是非常的有爱心和帮助大家 很多时候就是宁愿就是去生自己的休息时间 也要帮大家赶紧的换上好的手机号码 赶紧的换上的生活 所以老师那么多的付出 我们学生可以做到的很简单就是去吸收 去吸收去学习,那个一定很好了 好,那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李老师 OK,好,来接受你们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吴老师 好了,那今天是元宵节 李老师在这里帮助各位元宵节快乐 合家团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然后呢,牛年,牛转乾坤 OK,好,那我想要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你们想要财富更多的,请举手 OK,好,想要身体健康的举手 想要幸福快乐的请举双手和双脚 OK,好,来拍拍你左边的肩膀说 凡我所要我必得到 在拍拍你右边的肩膀说 让我幸福快乐和包满满 幸福快乐和包满满 OK,好,非常好,大家可以跟老师互动 那我们说选择带于努力 选对老师智慧一生 你们要跟第一名的老师学 还是要跟普通的老师学呢 第一名的老师 第一名的老师可以交出第一名的学生 普通的老师只能交出普通的学生 选对伴侣幸福一生 在这的各位结婚了,请举手 好,有没有人觉得自己结错婚的 认为自己结错婚的举手 有人举手,所以不要 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就是新加坡有20%的这个离婚率 OK,那么他们的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离婚率呢 我们发现有这个容易离婚的人 他就容易这个离婚的号码 OK,选对行业成就一生 选对伙伴快乐一生 选对平台共赢一生 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手机号码看运势 通过手机号码改运 那你们之前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改运呢 你们以前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改运 看风水 看风水来改运 还有呢 改名字 改名字也是可以改运 那还有呢 我们的这位叫做 新月 新月等一下我会问你免费策号码 有回答老师问题的 我都会问你免费策号码 OK 好的,那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改运呢 做善事 做善事 放生 做善事也是的 是的 那我们有很多学员 他有做过各种方式来改运 最后他跟李老师说 他说老师我发现呢 手机号码改运速度是最快的 那为什么手机号码改运速度是最快的呢 因为是我们经常用的每天都要用 对,因为是经常用的做得很好 21世纪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数据决胜了未来 我们从出生的第一天到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证件 都有一个数据的信心 我们的门牌车牌微信 WhatsApp号码 数据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周围 手机 那晚上睡觉请的最后一眼看的是谁呢 手机 手机 那今天晚上刚刚吃晚餐的时候看的是谁呢 手机 还是手机 所以我们说这个手机真的是魅力无穷 不离手 那你们今天晚上是要看手机 还是看李老师呢 李老师 手机的魅力大还是老师的魅力大 李老师的魅力大 你们回答让我们相当的开心 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要给你们讲多一点 来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掌声越响亮我教的越多 还是不好 我把那个该讲的不该讲的通通都告诉你们 西小旺仔的数字通通都告诉你们 OK 我们的手机是人人必用 时时必用 使用的时间很长 换位也很广 我们吃饭用睡觉用坐马桶还在用 小孩子用老人用和善用 谈恋爱也在用 我们的房子 车子票子妻子人 卖项目和娱乐都可以通过手机来获得 那是不是越努力越有钱呢 大家觉得自己非常努力的 请举手 觉得你很努力 但是结果不成正比的 请举手 哇 这么多人举手 OK 好 手放下很多人都举手了 那未来是数字货币的时代 货币的数字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已经走到哪里都是用手机来扫一扫 那新加坡也允许了这个世间数字 可以进入到新加坡 OK 所以呢未来可能呢你看一个人有没有钱 你根本没有看他的银行 也不用看他的口袋 因为我们随着这个AI智能的发展 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刷脸的时代 所以未来看一个人有没有钱呢 就是看这张脸就好了 请各位来看一下 在你左边的这张脸好吗 来看一下你左边的这张脸 你觉得你左边的这张脸比较有钱的请举手 OK 手放下 再看看你右边的这张脸 你觉得你右边的这张脸比较有财富的请举手 OK 哇 恭喜刚刚举手的你的财富会多十倍 来掌声送给自己一下 那刚刚没有举手的呢 你的这个脸走出去 等一下脸会被打肿哦 OK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赚钱是智商重要还是情商重要呢 智商重要还是情商重要 情商 情商很重要 回答得非常好 那素质是有能量有信息有磁场的 并且每时每刻都影响着我们 这个是科学家拍的照片 他的这个能量非常的强 拨打出去几十倍的放大 我们从08年到现在也就了十年的时间 验证了7万张名片和真实的号码 那我们就发现 在这7万个号码当中 有28病例 20%的人是有钱人 有钱人都有相同的几个号码 然后呢集数数字 80%的人是没有钱的 他们也有相同的集数数字 还有20%的人是离婚的 他们也有相同的集数数字 30%的人是有外遇 桃花和小三的 他们也有相同的集数数字 所以呢 那我们就发现 这样的一个惊人的秘密 就是一个人赚钱不赚钱 事业会如何 跟他正在使用的手机号码 有直接的关系 同意的请举手 OK好 来手放下 大家都同意哈 今晚我不用讲课了哈 OK 那么 为了验证这个号码 对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然后呢有多快 我们就做了大量的实验 接下来呢 就请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实验哈 我们用同一天买回来的两个橘子 一个有写413 一个有写218 那大家凭第一印象 不要想太多 413和218 凭第一印象来选一个 来喜欢413的 请把手准一下 喜欢413的 手放下 喜欢218的 请把手准一下 喜欢218的 OK好 那我想问一下 Mr.Chun你为什么要选218呢 比较美吧 为什么很美呢 感觉上 感觉上很美哈 所以念起来会怎么样呢 218 不错 我觉得挺不错 好像是要发的样子是吧 新月 为什么你选218新月 还是Kelvin Kelvin你选的哪一个 Kelvin 218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8字 所以那个8就是什么 发是吧 是发小的发是吧 要发 要发 OK好 这是我们实验的第一天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这个第六天发生了什么呢 第九天发生了什么呢 发霉 218发霉 发霉了哈 所以 请问你们刚刚写的218是发小的发 还是发霉的发 发霉的发 发霉的发 所以这个实验有没有打破我们的传统观念 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呢 对了 是哈 OK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多一个实验哈 这个是两个离子 一个有写413 一个写218 那这个218外面已经烂了 我们从中间切开来发现 413的中间很新鲜 218重新烂起 如果你的手机号码当中呢 也有用到这样的这个218 会不会像它一样的 这个五脏六腑也会烂掉呢 会 会哈 回答的非常的好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真实的实验 你看这个是老师选的号码 然后他家人的号码 到了第9天 同一天煮出来的两碗米饭 老师的号码 那个米饭还是很新鲜 可是呢 他家人的号码 到第9天已经烂了 所以我要请你们猜一下 你认为这位家人 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应该运气不好有病 运气不好有病 非常正确 那这个人呢 他有13年的乳腺癌 去年已经过世了 所以我们发现 就是有癌症的号码 米饭也是很快就烂掉 再来看 两个橘子做实验 一个有写旺1314 一个没有写字 那过了一段时间呢 有写旺1314的非常的新鲜 没有写字的已经烂了 所以各位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在这个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对你另一半说 我爱你1314 我爱你一生一世 那有讲过或听过的 把手举一下 OK好 手放下 既然是这样 那你们信不希望你的感情 在好十倍以上呢 来希望的请举手 好 那接下来就请各位拿出一个手机出来 那我们现在呢 我要教你们一个小小的办法 就是什么呢 来 发一条信息 I love you 1214 我爱你1314 OK 我爱你1314 还是 这个 I love you 1214 你可以发英文的 你也可以发华语的 OK 是要发给谁 发给你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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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发给你比较在意的那一位 OK 你的父母亲还是你的孩子都可以 好 那有没有人收到回复呢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的陈师母 陈师母 陈师母有没有收到回复啊 有收到老师的 谢谢老师 非常开心 OK 那吴老师呢 有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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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的开心 OK 来 大家想要这个感情 再好10倍以上的 请举手 他会你的肩膀说 我要每天做功课 OK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老师做的实验 我们有四个苹果 一个有写812 另外三个都是老师选的号码 然后呢 过了15天 812变黑变作变软 但是老师的选的三个 三个号码都非常的新鲜 OK 那各位你们是要用这个变黑变作变软的号码 还是要用老师的号码呢 老师选的号码呢 老师选的 嗯 非常棒 OK 好我们再用米饭来做实验 那有三碗米饭同一天煮出来的 一个有写这个 一个有两个零的号码 一个是四个零的号码 还有一个号码是老师选的没有零 那第一天他们三个米饭都是一样新鲜 到了第三天 我们发现老师选的号码非常的新鲜 有两个零的浪黄了 有四个零的浪黑了 所以各位呢 你猜一下 你觉得有这四个零的号码 他们会发生什么事呢 用了三十年 会发生什么事 又穷又有病 又穷又有病 OK 那我们发现就有四个零的这个人呢 他有头脑开刀 离婚破产 还有呢 还有这个 甚至还有这个坐过牢 所以呢 这个号码当中啊 零越多就是越不好 那我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谁在号码当中有零的请举手 有零的 哇 我们的总大灯有零哈 那你们说这个手机号码当中有零好 还是不好啊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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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啊 没错 那接下来看这个是三个橘子 那一个是老师选的 一个是旧号码 他朋友的号码 过了一段时间 老师选的号码非常的新鲜 他朋友的号码变黑 他的这个旧的号码变重 好 那在座的各位呢 我们发现 如果一个好的号码 会让一个人拥抱青春 活力身体健康 不好的号码会让你变黑 变昼变老 所以你们要变黑变昼变老 还是要拥抱青春 亮丽呢 身体健康呢 拥抱青春 身体亮丽身体健康 非常好 OK 再来看这四个橘子 那有一个是老师选的号码 另外三个呢都是旧的号码 过了一段时间 这些叶子通通的枯了 老师选的号码居然发芽了 所以各位如果是老人 用了这个号码 会不会白发变黑发呢 会哈 今晚美女好像比较多耶 美女用了这个好的号码 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年轻漂亮呢 来觉得会的举手 举手的都是美女哈 今天帅哥也比较多哈 那帅哥用了这个号码 会不会更加的有精力 然后有power 然后你的这个财富也会多十倍呢 来认为会的举手 OK 举手的都是帅哥 OK 那这个实验证明了什么呢 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问题 手机有能量 说明了手机号码是有能量的 非常棒 证明数字是有能量的 大家统一的举手 OK 好手放下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下车的各位想不想知道 你的号码 到底是西财还是败财 是好桃花 还是烂桃花 是一切顺利 还是有是非官司 身体健康 还是有疾病癌症呢 来谁想知道的请去说 OK好手放下 接下来我要请各位 拿出一个布子出来 然后呢把你的号码写在纸上 OK 来 把你的号码写在纸上 现在就写 OK 写完过后 打个比方说 打个比方说 比方说这个是 老师随便写一个号码 OK 好 比方说老师写的号码是 98548042 98548042 那第一步 第一步 第一步先请各位把你的号码当中的0和5找到 你号码当中有0吗 有5吗 如果找到了之后呢 就请把你的号码当中的0和5插掉 把它画掉 把0和5画掉 OK 画掉了以后呢 画掉了以后来 把你的号码当中第一和第二个字写在一起 第一和第二个字写在一起 然后呢 重复第二个数字 把2和3的数字写在一起 再重复第三个数字 再把3和4的数字写在一起 第三和第四个数字写在一起 写完了以后 再重复第四个数字 再把第五个数字写在一起 接下来又重复第五个数字 再把第六个数字写在一起 就是1和2 2和3 3和4 4和5 5和6 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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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数字 相配合 把它配合起来 OK 好 写完了 请把手取一下 OK 好的 那如果你写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请各位来看一下 你写的数字当中有没有这样几组数字的 12 96 48 73 21 84 37 69 有没有 12 96 48 73 21 84 37 69 好 有其中一组的请把手取一下 我的两组老师 嗯 你有两组啊 哇 96跟69 哇 好 有其中一组以上的请举手 辛悦 Jonathan 还有吗 还有哪一位 请举手 好 要恭喜刚刚举手的 你是一个最讲义气的朋友 最值得交往的朋友 来我们给刚刚那两位 最讲义气最值得交往的朋友 掌声鼓励一下 OK 好的 所以呢我们交朋友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两位 一个是Jonathan 还有一个是谁呢 我们的我们的刚刚的心悦 OK 好 但是我们也不能欺负他们两位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欺负他 他们也会两肋擦刀 OK 好 所以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如果你号码当中拥有这个 12 9 6 8 13 21 8 4 37 6 9 有其中一组以上的这样的数字 我们把它叫做绝命类的数字 绝命类的数字 绝命类的数字 那如果有绝命类的数字 它会如何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好 他的性格是重情义 相信朋友 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感冒险脾气冲动 容易被骗 来刚刚举手的 你们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的话 请把手举一下 OK 四号 走方向 看一下财运 财运方面是努力拼搏 喜欢投资 投资容易失败亏本 留不住钱 出钱块容易负债 来 有还是没有 有的话请举手 好像没有 那婚姻方面是 对婚姻不好 容易有离婚现象 这个有吗 那就说他没有结婚也是不太好 是吗 是不是 可以 所以就是不离婚姻 那还有肝肾容易出问题 糖尿病和车祸死亡 这个就会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严重了 OK 那如果你的数字有这样的 那基本上 这个还是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很准确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你有这个绝命类的数字 他的这个财运如何呢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有这样的一个数字 叫六九六五六五六 他数字从头到尾都是绝命 然后呢他非常的努力拼搏 但是他曾经赚了一百多万 可是他居然一分钱都没有剩 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号码太快了 他花钱太快 他是这个上市公司的 上市公司的其中一位manager OK 再来看这个号码 如果你有绝命带零的号码 他很容易发生两件事 大家可以写下来 OK 一个是容易有癌症开刀 第二个容易财富被套 所以呢 那如果你拥有绝命的号码 没有零的也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 OK 癌症开刀或者是财富被套 再来看九六五这位 这个朋友是08癌 还有呢这个017380 这一组数字是肺癌 OK 那这边的一些数字都是李老师 在李老师这边改了一些号码的 所以呢 还有一些是他的家人 红色的部分都是绝命的号码 他们都是癌症的案例 OK 都是癌症的案例 再来看一下如果是车祸 如果你的车牌呢 有这些绝命的号码 也非常容易发生车祸 比如说你车牌是700365996212 还有这个是1237125 你检查一下你的好像韩红 韩红的车牌是969 你看也是曾经发生过车祸 然后还有这个马来西亚的车牌012 也是绝命的号码 那波音还有这个马航370 37是绝命 0是空 所以到现在马航都还没有找到 那还有这个波音737 737就是连缓绝命 时尚发生空难最多的飞机 你看这掉下来的全部都是波音737 时间和日积也是容易有灾难事故 1月21号 2020年1月21号 加拿大的暴风雪 OK 还有2020年1月22号 是西班牙的暴风雪 2020年1月26号 科比遇难 2020年1月29号是古巴地震 新加坡的灾难事故 在1851年2月15号 215就是绝命 反天主家族的烧乱有500个人死亡 然后呢在这个1964年7月21号 21是绝命 种族烧乱有36个人死亡 那大家知道呢 在这个中国有一个512汶川大地震 12就是绝命 台湾有一个921大地震 21也是绝命 所以呢你看这么多的一些灾难 绝大部分发生在12或者是21 这样的一些绝命的日期 所以呢 绝命的数字这么可怕 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 以前我们也不知道 那今天学了要尽量避开这样的数字 OK 所以呢我们学到这里 大家认为我们绝命的数字有没有作用呢 我们的数字有没有作用呢 我们的数字有没有作用呢 那觉得非常有作用的 请把手举一下 OK 如果你觉得作用很大的话 我们要不要给那一位 邀请我们来的朋友 给他一个感谢的掌声 好不好 OK 好谢谢各位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的数字当中 有没有一个叫五轨的数字呢 那什么样的数字是五轨 五轨的数字有这样几桌 大家可以写下来 1897634281793624 我再来说一遍 1897634281793624 有这样的一些数字 我们把它叫做五轨类的数字 来看一下哪一位朋友有这个五轨类的数字呢 来请接受 有五轨类的数字的 请把手举一下 比较多人有 我们的星月有 还有我们的Kelvin是有吗 Kelvin OK好 要恭喜星月哦 你是一个最聪明的人 那我们给最聪明的星月掌声鼓励一下 OK 好的 那这个是五轨的数字 我们就来 这个星月 如果大家有不懂的问题 就尽量要去问他就好了 因为他会是一个不问题的人才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性格方面 头脑聪明 想法的多余喜欢神秘的事物 在财运方面呢 有一些暗财 钱财 瞬间消失 出钱快破财多 婚姻方面 是晚上活动 多得婚姻不好 容易有婚外情 导致离婚 熬夜睡眠差 全心脏 有问题 意外血光 没有贵人相助 OK 问一下我们的星月 你觉得有没有一点点准确呢 有 哦 好 非常好 OK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五鬼的健康如何呢 你看这个人有4502 4502的这个号码 它是13年的乳腺癌 去年已经过世了 那这里有个朋友是65353 65353它也是乳腺癌 24还有一个号码 是号码最后两位数是2445 它是疑胀 已经去世三年了 那这位是我的学员 我的学员呢 它的尾数是36 大肠癌 OK 改了号码之后 癌症会好算 然后这个是977 它是鼻癌去世 那他女儿又接着用这个号码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发现 哇 他女儿也是这个肾部的细菌感染 OK 后来呢 他花了一万多新币 也没有自豪 结果他的妈妈就叫我跟他改号码 我的号码给他 一段时间过后 他就 后来就出院了 那我想问你们 如果你的号码当中 像类似的这种无悔啦 绝命啦 比较凶的号码 你是要提前改 还是要住院了才来改呢 提前改 现在就改 当然要提前改 要提前预防 不要得病了 再来改 可能已经迟了 OK 每个人拍拍你的肩膀说 看病是要花很多钱的 OK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五鬼加绝命 这位学员他有 他一个号码当中 同时有7312 这种绝命的号码 还有一个是79997 五鬼的号码 那五鬼加绝命 不止也要命 这样的号码呢 子宫还十年 真实的案例 OK 他把子宫全部都切除了 OK 现在他改了号码 他病已经好转了 再来看这个 966521是绝命 1815鬼 所以这位是大肠癌 然后呢 这个号码 9695是绝命 1585鬼 这位是有血癌 血癌的案例 OK 还有这边有很多的 这些案例 好像80977 鼻癌 79997 子宫癌 8663 血管爆 鼻癌 5663 肺癌 6638 大肠癌 4502乳腺癌去世 366123 子宫癌 还有这个42740 大家看到这么多的这些 这个癌症的案例 OK 红色的部分 这些都是这个5鬼的号码 所以他们都是癌症的案例 所以5鬼的号码 癌症的概率是蛮高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OK 那新加坡的死亡 最大的死亡原因 No.1就是癌症 OK 那为什么新加坡有这么多的癌症案例呢 什么原因呢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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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等一下我会为00免费车号码 OK 好 那新加坡的压力大 跟新加坡的这个号码有没有关系呢 有吧 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新加坡有很多5鬼家绝密的号码 OK 再来看中国 中国十大死亡原因 第一名 排在第一名的是什么呢 中风 那为什么中国容易中风容易有心脏病 排在第二名的是心脏病 那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中风和心脏病呢 3号码 100开头 因为中国很喜欢 发起来的数字就是18 OK 18的数字没有发起来就发动了中风和心脏病 OK 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华人嘛都喜欢腰发 腰发没有发小都发疯了 所以腰发的话非常容易中风和心脏病 大家要注意一下 OK 新加坡有一条街叫做Gerang一条街 我想问一下在这里的各位 尤其是男生有没有去过Gerang一条街的 来有去过 请把手举一下 没有人举手啊 OK 那有一次呢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去吃榴莲 然后一不小心走错一条街来到了Gerang一条街 我们知道新加坡的Gerang一条街 就是有一个叫红灯区 然后在这个里面有好多的美女 他们呢都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名片 我们发现收集后货的一叠名片 发现80%以上都有这个无鬼的号码 OK 所以后来我就带到这个office里面来做研究 我拿这些名片 但是我发现我的名片一天比一天少 我不知道是谁拿了我的名片哦 所以我想要在这里调查一下 我来问一下 OK 诶 诶 吴老师不在 你看他一听说我调查 他马上就走人了 Denis有没有拿我的名片 Denis 有有 拿来拍啊 拍做这个PPT 有吗 我看应该是吴老师了 他不敢在这里吗 他走不开吗 我没有跟他讲 你看吴老师 刚刚那个Denis Chong说 你有拿老师的名片 有还是没有 有 但是 已经放回去了吗 可能有漏掉一两张 我不懂 但已经放回去了 可是有些人好像是说看到你在偷拍 没有偷拍 慢慢拍 我们 跟同学们一起拍 很大方的拍 然后大家分享 学来学去 所以 希望就是这样 没有做别的用途 反正总之我的名片就是没有人承认就罢了 OK 我们是开个玩笑 所以我们是说 如果你的号码当中 不小心有了这个无鬼的号码 它比较容易有这种毕业情 烂桃花 感情容易发生变化 OK 假如你的号码当中 不小心有了这种无鬼的号码 OK 各位拍拍你的肩膀说 都是号码惹的祸 不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 OK 当然我们还有一组数字 是非常容易出烂桃花的 这样的一个数字 什么样的数字容易有烂桃花呢 来想知道的局数 好 那你就赶快拿笔出来写一下好不好 那还有一组数字是这些 那写一下 16 614774 还有呢 3883 还有一个是2992 这四组数字 OK 我再讲一遍 16 61 还有呢 4774 还有 3883 还有一个是2992 这类数字 这类数字叫六纱 那六纱的数字 是最容易有这个烂桃花 一些人会非常的旺 很暧昧 然后呢就是 它是非常有魅力的 所以它很有魅力 就容易有这个烂桃花 好 五鬼加六纱 鬼加六纱 还有这个 绝命加六纱 桃花 天下 如果你想知道 你的另一半 还是说你自己 会不会有烂桃花 还是好桃花 不妨等一下呢 就报你的这个号码上来 李老师会为你免费车号码 看看你到底是好桃花 还是烂桃花 OK 如果你想要学习多一点的话 可以参加我们的 阴阳数字能量学的课程 OK 当然在时间跟日记上 也是容易有灾难事故 这个是18 乌克兰的特级背景 2445柜 土耳其6.89的地震 24是澳洲蝙蝠城灾 车祸案例也是一样的 好像马来西亚有 5部车子连环撞 其中有4部车子的车牌号 是这样的 369 245 3600 422 你看4部车子都是无轨的号码 撞在一起的都是无轨 OK 新加坡有个车牌 2182 21是绝命 18是无轨 所以它自动起火 那还有这些新加坡的 4部车子连环撞在一起 也是3部车子 就是凶心的磁场 79 79是无轨 73是绝命 OK 所以类似的这样的 这个车祸是相当多的 那各位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的这个车牌号码当中 有这种绝命啊 无轨的号码 你们要做什么呢 换 对 赶紧换掉 然后呢 假如你是走在路上看到类似的车牌 你也要尽量散开 OK 因为你不散开 它会撞过来 OK 好 那还有今晚我们还为大家讲多一组数字呢 想问一下各位 谁想要事业成功的请举手 要事业成功的 要事业成功的 OK 好 谁想要身体健康 炎炎异瘦的举手 OK 好 手放下 那你就要看一下 你有没有这样的数字呢 19 有917887 4334 2662 看一下你有没有这类炎炎的数字 来 有其中一组或者一组以上的 请把手据一下 我们的Jonathan又有 OK 来 恭喜Jonathan 你是一个最有领袖力的 OK 所以呢 各位 如果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COVID-19很多公司都倒闭 那有些人在找工作 他说 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 有什么样的一组数字呢 这个老板拥有这样的数字 是值得跟随的呢 那你就要看一下 他有没有这一类的数字 1991 7887 4334 2662 如果有的话 恭喜你跟对老板了 因为你的老板非常有领袖力 非常有责任感 也很有专业才华 OK 他可以带领公司走出困境 OK 好 那么有些人在找员工 他说 李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 有什么样的员工是值得请的呢 他可不可以每次都不要 不要老板盯着他 他自己就可以怎么样 自己都管好自己 你就要看你员工有没有这个 1991 7887 4334 2662 这样的一些炎炎类的数字 如果有的话 他会自我管理 然后他技术也很好 他也非常的负责任 所以我们要给刚刚我们的这个非常有领袖力 非常负责任的Jonathan掌声鼓励一下 所以不知道我们的Jonathan是不是领导 领导 好 我们来看一下性格是责任心强大的这种心地 善良强势固执 我们的Jonathan是还是不是 是 是哈 辛苦赚钱手材 现在现场所称铁公鸡 所以我想问一下Jonathan 你里面是什么号码 呃 我的里面是91 91 91 你有几个 一个 一个而已哈 OK哈 所以你是一个的话 你是不是比较手材呢 你是不是铁公鸡来的 嗯 是哈 蓝铁啊 对吗 你在新加坡是吗 新加坡靠近什么地方 哇 在大巴窑 大巴窑哈 哦 如果你在大巴窑的话 那假如说李老师下次来到大巴窑 还是说你来到我们的Bugis这边 可不可以请李老师吃顿饭 当然可以啊 没问题 现在都可以啊 现在都可以啊 我们讲座完了来请我知道 你在那边等我 我坐车 我叫我车下去啊 啊OK哈 那我喜欢吃螃蟹可以吗 可以可以 可以啊 可是 嗯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先要分享 我可以带我的同事一起吗 我的同事不多了 一百个 我才一百个啊 可以啦 我还以为一千个了 嚇了我一下 哇 你好大 看看来给他大部分 给大家早上蹲一下 看完下 谢谢李小姐 我们能不能在我们Zoom里面的人都可以 清泽有份 可以吗 哈哈 可以 当然可以 来来来 谢谢他谢谢他 一言为定啊 讲话要上话 OK 哇 好开心 等一下我现在肚子不饿了 等一下有螃蟹吃 OK 好 然后我们的事业是 能力专业做领导技术 轻力轻微劳碌压力大 是还是不是呢 是还是不是呢 Ganada是领导吗 嗯 算是 算是哈 那一方面是隐瞒要求高 宁圈无赖一家之主 是还是不是呢 哇 这个很准耶 很准哈 所以你是不是要求太高 嗯 感觉是啊 这个人要美若天仙 又温柔贤惠 然后又会赚钱 是不是 哈哈 又独立大方 这个人 除了李老师 就没有第二位 哈哈 开玩笑了 开玩笑哈 OK 然后呢 那我们的这个健康方面 是有肩颈腰痛 睡眠不好 脱发掉发 是还是不是 容易肩 哇 还有那个腰疼病痛 睡眠 都还好 就是第二项跟第三项 有第二项跟第三项 OK 凡是轻力轻微 没有贵人孕 是还是不是 嗯 对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人家帮我做事 你的轻力轻微 所以很准哈 那 1991 7887 这个女生是不能用的 那用的会怎么样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有很多的案例 是在李老师这里改号码的 这些人有这个9178的 甚至还有带一个0的 这些人呢 很多98先以上 都是未婚的 你看我们今天 九老蛋也是未婚 未婚 离婚 还有这个分居的 还有这个亏本的 所以 这些女生拥有91 或者是78这样的号码 她会怎么样呢 她比较容易 这个婚姻方面是不幸的 所以我相信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单身的人士 单身或者是婚姻不顺的人士 你检查一下 你有没有这样的数字呢 尤其是女生 有没有91 有没有109 901 15995 178 或者是87 还是758 857之类的 如果有的话你看 就很容易婚姻出问题 如果女生有几个9119 109901 15995 19会强势不值 认识力 凡事操心 吃力不讨好 压力大 事业心强 富足的收获上 眼光要求高 很难结婚 离婚脏妇意外死亡 OK 我们在西部就有两位女生 是91结尾的 然后呢 她们刚好 她的这个老公 一个是肺癌去世 一个是车祸死亡 所以就是有一点克服 OK 那除了这个克服 也会克自己 因为她自己也是这个身体不好 她也是容易有这个什么呢 生殖系统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肩颈腰疼 气血不痛 就是复刻病 很多复刻病 带着零还容易 开刀手术 加一点凶心 还容易有癌症 OK 所以这样的数字是相当不理想的 当然呢 我们还有一些 旺财西财和手财的数字 有没有人想知道 什么样的数字 是旺财西财和手财的数字 来讲知道的举手 OK 那今晚因为是元宵节 我也讲了三颗心 讲了很多了 那这个部分 我就下个礼拜接着讲 好还是不好 可以吗 下个心请再来 不好不好 庆祝元宵 今天你要讲 庆祝元宵 你们都不让老师去过元宵节 还在这里跟你们讲课 哇你们真的是很爱学习 谢谢 那要老师讲 那要亲住的日子 所以要讲 要老师讲完 要老师讲完的 全部都要老师讲完的 你们真是太爱学习了 元宵节都不去过节 来听讲座 来给自己爱学习的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好的 那接下来呢 那我在揭晓这个旺财西财和手财的数字之前呢 我先为大家测一下号码好不好 可以吗 好 先给大家测号码 那我测号码的时候呢 测号码的时候 我希望有一点隐私权 所以我要请马来西亚的人 大家听好吗 听好 马来西亚的号码 等一下不要报那个011 012 013 OK好吗 然后呢 这个新加坡的号码 第一个数字全部用ROS来表示 好还是不好 第一个数字不要跟我讲 好吗 大家听到了吗 嗯 好来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测一下大家的号码 因为刚刚有些人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我要为他测号码 第一位是我们的新月 第二位是林林 第三位呢 我们的这个Jolatan 好 那我没有念到的 我没有念到的呢 请各位把你的这个号码发送到老师 或者我们秘书的手机上面 好 你发送的是要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个是 你的姓名 电话号码 男生女生结婚了没有 你的年龄 然后呢你从事的行业 你的号码用了几年 六个小六个信息 你的名字 你的号码 男生女生结婚了没有 号码用了几年 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OK 发送到老师的手机 等一下 我就会为你免费车号码 OK 好 那现在我们有请第一位 第一位的朋友 来第一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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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送我公公了吗 可以 没问题 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 OK 好 稍微等位一下 OK 所以马来西亚的号码 我的是019 等一下 我刚刚有讲011,012,013 不要讲 你又讲 你又讲 所以就讲1后面了 讲011,012,013,019 后面的 前面的不要讲 OK 你怎么不要讲 OK 818 0009 男生女生 女生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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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公 好 来 几岁 66 结婚了吗 结婚了 用了几年 你结婚几年 不是 不是 用了几年 用了几年 用了很多年 我写10年以上 好不好 做哪个 Bl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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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cker是什么 地产 做地产 做地产 OK 好 这个号码呢 他还有多一个号码 什么号码 826 826 826 0955 0955 这个号码用了几年 刚刚拿的 也是几年了 好 不要紧 我们就讲刚拿就好了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818 818 刚刚我们有学 请你告诉我 818是什么号码 刚才有算到 好像是 无轨 是 没错 无轨的号码容易有什么呢 聪明 很聪明 没错 通话能力强 还有呢 忘记 忘记了 忘记了 OK 无轨的号码容易有什么 超过 超过 还有呢 癌症 对不对 容易有肝癌 对不对 OK 8009 8009是祸害 8009是祸害 祸害的号码容易有口舌是非 口舌是非 容易有关飞 OK 那还容易疲劳 还容易肠胃 或者呼吸系统开刀 然后还容易犯小人 他在你旁边是吗 对 他在我旁边 还容易破财 容易负债 哇 这号码太差了 太差了 所以这两个组合在一起 就是无轨加祸害 无轨加祸害 投资会失败 然后呢 还有无轨加祸害 也是容易有这个肝癌 肝癌的号码 或者是肺癌 肝癌或肺癌 或者是鼻癌 OK 刚刚那个鼻癌去世的人 就是这样的号码 OK 好 好 您看那个鼻癌去世的人 不是 它有尾数是977吗 无轨结尾 你这个是 无轨加祸害了 两颗大雄心 OK 所以这个号码 还是不好 不好 不好 不能用啊 不能 不能用 那你如果是第二个数字 第二个是这个609 609是绝命带领 我刚刚有讲绝命带领会发生什么事 绝命带领会怎么样啊 绝命带领我刚刚讲过了 看你们有没有做记录 绝命加零容易有什么呢 肝癌开刀 还容易有什么呢 投资被套 投资被套 所以像这样的数字组合 是容易负债累累 就是穷困寥寥寥一辈子的号码 OK 所以这样的号码能不能用啊 不能 不能用 因为现在两个数字都有这个 两个数字这么多0 又是无轨又是绝命 我刚刚最喜欢的号码就是有0 最喜欢0的 你看0就是代表4大结尾 还有那个9 还有9 所以你的号码到现在用来肯定结果不好 是还是不是 对吗 所以这个可以用吗 不可以 不可以用 不能用的话 来你现在就把你的这个 你把你的整个的号码发送到这个 我们的秘书会给你一个form 你赶紧发过去整个的号码发送到这里 OK 我们的秘书就把表格发给你 OK 第二位 第二位是 第二位是 这个0 0 老师 我带 来 0是什么号码 老师我可以算中国的吗 我先生的 没问题的可以算 可是他中国就是1571 1571 等一下 5632 5632 嗯 你没有跟我讲全部的哈 你不要跟我讲全部的哈 你不要跟我讲全部的哈 我不知道哈 他们他们不是016501什么的 他们就1571 然后5632 嗯 然后7 对吗 9 9 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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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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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还是20年以上呢 10年以上呢 1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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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哪一行 呃 做油漆的 呃 做油漆的 好的 做油漆哈 好 好的 他的这个技术应该是非常好 酒院我们说代表是技术和领袖力 所以你的老公他技术会非常好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领袖力的人 所以想请问一下 你老公是自己做 还是是一个manager是吗 是一个管理者对吗 还是老板 他有一个老板 他门也算是承包了 承包 有老板的 也就是说他自己也属于一个小老板 OK 他自己也是属于小老板 老板或者是 他肯定是有领袖力 而且你老公的技术刷油器 肯定刷得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911要求很高 所以他做东西 他技术会非常好 然后呢 他也是会非常负责任 所以他的这个刷油器会刷得很好 然后呢 这个号码里面有751 这751 他的这个口才不错 然后呢 32也是祸害 他口才不错 可以开口来才赚点小钱 开口 开口可以赚点小钱 然后技术也不错 他的技术 跟他的这个领袖力 也能够赚到一点小钱 但是这个号码 总的来说呢 总的来说 他的财富是有点守不住的 因为我们说 这个715是祸害 祸害口舌是非有时候破财 然后呢 156 156就是引擎开销比较大 然后呢 这边63的话 五轨 五轨的号码有时候财富也是瞬间消失 这里又有个79 两个五轨 所以他的财富也是容易消失的 但有91是个一拔不拔的铁风机 有一点守财的观念 但是他这个破财的号码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财富还不是这么理想 很难守住财富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五轨 好像两个五轨加79 这种号码是很容易有这个生殖系统的 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 严重的也会有癌症 OK 156跟32都是肠胃 712也是肠胃 肠胃和呼吸系统 所以他也是非常容易有这个肠胃和呼吸系统的问题 严重的也是会有癌症 OK 所以呢 你觉得这样的数字能不能用呢 应该不能 刚刚有没有讲过 那种很容易有只有一页行骗套号的号码 是什么样的数字 刚才是 对吧 所以 是在中国还是在哪 他在中国 一个人在中国 一个人在中国又用了两个五轨的号码 哎呀 这个很 你要小心 OK 这个也不是他的错 这个不是他的错 这个用的号码是很危险的 OK 老师也是说会有一页请他 我只能说概率有点高 概率有点高 但他还有什么呢 你看他还有156 156是魅力 有魅力 有人有这个天桃花 所以就是还是会有一点危险的 最好最好最好 不要使用这样的号码了 OK 可以吗 好 美玲 你还有一点 你还有一点 我说最好不要用 最好不要用 健康也不好 健康也不好 财富又 财富也不是很理想 然后又容易破财 健康也不好 对吗 婚姻又容易发生变化 这种什么五轨六杀一大堆的号码 婚姻容易变化 最好不要用 好还是不好 不好 最好不要用 OK 来 你把你的这个 把你自己的号码 发送给我们的这个秘书 等一下他会把表格给你 OK 这个号码 你发送给他 OK 好 来 下一位 下一位是 下一位 在那灯在吗 哈喽 特别 诶 Jonathan你开一下 开一下 开一下 你开了 来 什么号码 OK 第一个号码我不讲 然后第二个是 六九 一 零六零七 零六零七 对 然后五十一岁 等下 十一岁 属狗对 五十一岁 未婚哈 离婚 用了几年 哇 这超过十年了 超过十年 OK 我是做那个科技的 做科技 OK 这个号码 哇 你的要求真的是很高 你六九一 你有绝命 六九一 但是你这个号码 应该是技术方面会非常好 还是有领袖力 所以应该是属于这种 技术很好 还是有一点领袖力的 对吗 对 OK 所以是很容易成为manager 那另外的话呢 可是你的后面带领910 变成你的后面的那个技术 没有了 或者是你的这个专业技术 你的领袖力到头来 是没有了 OK 很好的发挥 106 106代表感情没有结果 所以呢 你这个106代表你的婚姻 没有结果 也同时可能你会有一 一到两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有还是没有 一段吧 一段 所以你这一段 是婚姻还是婚外的 婚姻 这婚姻 你看 因为你的婚姻是什么呢 这叫偏桃花 你偏桃花还带个零 所以呢 就变成你的这个婚姻 就是分开了 OK 那607 犯小人 所以你在事业上容易犯小人 对吗 犯小人 OK 有一点点 一点点 你这个106也代表不开心 相当的不开心 很郁闷 所以有没有曾经一段时间 有一点忧郁症 就是说不顺的时候会感觉很郁闷 你当然会觉得很郁闷 因为你的这个911是要求特别高的 然后你上次又灵又达不到 你的这个目标达不到 然后你的事业最后也发展得很顺 所以你就特别郁闷 再加上你的这个情感 这106是非常容易造成人的这个郁闷 不开心跟忧郁抑郁或者是躁郁 这是你的精神方面的一些不开心 对 然后它也代表财富被套 所以就代表你的公司是最后会被空掉 或者是你的这个财富最后会发霉了 所以财富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你这个号码就是叫四大皆空 哇四大皆空 对 然后你再有个六九 六九的号码是绝命 绝命加延年 当然绝命加延年就是说 你在工作的时候一开始是蛮容易升值的 对吗 升值蛮快的 嗯 OK 可是后面两个零空了 所以结果还是不理想 哦 当然绝命带领 这个叫绝命加延年的号码 是很容易有升值系统的问题 严重的也会有癌症哦 哦 OK 所以我建议这个号码最好不要使用啊 你觉得可以使用吗 哦 你再用下去 你再用下去 嗯 你再用下去就是四大皆空哦 OK 把这个号码 这个号码有点固执耶 所以你是舍得换 哦 OK 所以你就来 你把你的full的号码发送到这个 我们的秘书这边 他会给你表格哦 OK 好 来下一位 下一位是 来 哪一位 我这里有收到 嗯 接生一下 嗯 OK 好 来 接生 接生什么号码 3315 0315 0315 0315 1519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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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男生几岁? 45 45岁,结婚了吗? 已婚 用了几年? 两年 两年,OK,so 做哪一行? 会计 做会计 你做会计的话,你的准确度应该是蛮高的 有少出错 没有 没有出错 为什么呢? 因为要求的这个能力很强 专业技术非常强 然后又特别小心 然后又特别负责任 所以你这个号码要出错是很难的 你做会计,你会做得很好 很少出错 但是你后面你有个零空掉 所以有时候你的这个能力也得不到好的发挥 所以你的这个事业在一定程度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都会有一点变化 会空掉 或者是有能力发挥不出来 有还是没有? 有 有 904也是财富被套 你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你的财富是被套的 套 是没有套 是没有钱 没有钱就是套 空了 钱空了 OK 所以这个号码当然也是 有没有一段时间有一点暗恋一个人 没有 没有暗恋一个人 OK 我们说904 904容易暗恋别人 或者容易成为别人的第三者 OK 有一段时间的 它不是这么明显 但是它是属于那种有一点隐藏起来的 OK 那它可能会有两个表现 一个是情感方面的 一个是财富方面的 所以你的财富有一段时间是没有钱的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你的感情在有某 有一段时间是空掉的 就是有跟没有是一样的 你的婚姻呢 会不会有一段时间你感觉好像非常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啊 也不会啦 一段时间 一段 有那么一段时间 不是说很长 但是起码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吧 前年有一年是比较少跟太太 女儿相继的 有一年 这个也算 这个也算 你看 因为904 这空掉嘛 空掉所以有跟没有是差不多嘛 所以你有一年的时间 这个也代表这个感情分隔 OK 所以这号码应该还是很准的 OK 那你有没有这个 血液或者是五关类的开刀手术 有还是没有 还是生殖系统的开刀手术呢 我说从来没有做过 从来没有做过 那是因为你才用两年 OK 所以你再继续用下去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是会开刀手术 就是在这个生殖系统 或者是五关类的 好 这些号码 财富当然是有能力是赚钱的 就是有一段时间 间断性 然后说有1044大接空 它到后来还是会给你碰掉 明白 OK 但是全后位的空调 包括婚姻 情感 你的这个财富 你的健康 贵人 最后都是会空调 所以你觉得这个号码能不能用 应该不能 最好不要用 OK 刚刚你有学 我没有用零做实验的 所以不是很理想 把这个号码会有一点固执 你是 你觉得可以用还是不能用 我固执就应该没有吧 当然起码要换一个没有零的号码 而且财富各方面都很好的号码 还是不好 好好好 你把你的这个服务的号码 我发给他老师可以 吴老师可以 好 来下一位 下一位 哪一位 Ke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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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mute Kelvin 什么号码 他不会Unmute 不会Unmute 不会Unmute吗 我这里不要紧 我这里有一位发给我 发给我这个号码 我来设一下 977 OK 15 1501 这位叫黄先生 黄先生 1501 然后呢 这位是男生 然后他是61岁 然后是离婚了 OK 他是退休人士 对修 号码用了14年 OK好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号码 在吗 我们的这位先生有在吗 在的话 黄先生跟老师来对话 好不好 现在 有在 在的话跟我对话 开得到视频吗 没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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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号码呢 97是无鬼 无鬼的号码 从我们说无鬼的号码 是非常聪明 有策判的 你很强 然后呢 口才也是特别好 OK 是不是一个非常聪明 口才又好的一个人呢 口才不很好 口才不是很好 有一段时间是不错的 OK 只不过呢 你的这个口才到后面变成零空调 所以这个口才到后面就不好 OK 那 977就是代表测换能力很强 7 这个就是代表你的口才好 可是后面有零就是口才没有了 发挥不出来 OK 我们说有零啊 就是四大接通啊 OK 然后呢 这个叫无鬼加祸害 投资会失败 So James有没有投资呢 有做投资吗 有啊 那你做的投资 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都是亏掉的 嗯 有亏过 嗯 有亏过 对 然后呢 这个号码当然也是会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熬夜 比较容易生病 容易有这个肝肾 还有这个呼吸系统和肠胃的问题 有还是没有 有啊 有啊 有 太容易疲劳 嗯 睡眠不太好了 睡眠不好 你很难睡着 然后你的这个免疫性很低 你非常容易生病 尤其是在六十岁以上 六十岁以上 用在这种无鬼加祸害的号码 非常容易生病哦 也代表开刀手术 而且你里边还有五跟零 所以这个也很有可能也会有这种有点关飞哦 会不会有关飞哈 呃 没有啦 目前没有 没有关飞 我们说其实离婚也是属于一种关飞 哦哦 ok 几年前 几年前都是 那也容易有这个肿瘤盒开刀 呃 没有 没有肿瘤盒开刀 目前没有但是也不代表未来没有 所以呢 还是建议你把这个号码换掉 因为你再继续使用下去的话呢 这种 这种号码的能量带来的 它还是会发生的 它只是说是十年以后发生 还是五年以后发生 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ok 啊 所以五鬼加祸害也是这个肝癌和肺癌的号码 ok 肿瘤盒开刀手术 所以你觉得这个号码有没有必要继续使用下去 呃 没有必要了 应该是 当然没有必要 为了你的健康 为了你的财富 为了你的幸福 最好不要使用这个号码 ok 我们的Nikki 可以把表格发给她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位 谢谢 老师 下一位 中 中 中 你给号码老师 开开你的麦 对 我送给你啊 我送给你啊 没有你直接跟老师讲 六六三八八八八五 六六三八八八八五 六六三八八八八八五 六六三八八八八八八五 OK好男生几岁 二十四六六三八八八八八 tri 有婚了吗 公主 其他 各or 3-4年吧 3-4年 做哪一行 女佣的 做女佣的介绍所 是吗 你的号码是五百加六赛 我们今天好像有讲到 这个桃花组合 你的号码是桃花组合 所以你应该是相当有魅力的一个人 是不是有很多女孩子 你异性缘有还是没有 还好 还好 她做介绍所的 很多那些 女的老板 做生意 做生意 很多女老板 是不是你的生意做得还不错 还好 还好 因为你的服务做得很好 五百加六赛 六赛的服务会做得非常好 就是说你给这个顾客 收一点点钱 但是会做很多服务 OK 然后就会让顾客有这种 非常敏感 非常敏感 非常非常快速的洞察到 对方的他们的需求 OK 那所以 所以 会付出这么多或少 就是你做了很多的服务 但是呢 但是后面的钱 却不是这么多 是还是不是 对 对 无悔 才不容易瞬间消失 然后呢 三八八五 再把眼睛开销特别大 所以你有可能会花一些钱呢 打扮自己 也可能要花一些钱在家里 那还会花一些钱在美女身上 你是不是喜欢花钱在美女身上 比较少吧 比较少 美女 比较少花钱在美女身上 没有钱花 还是不是 有钱应该会吧 对吗 还好 还好 因为三八代表美女 你喜欢美的东西 不美的你应该是很难去 很难去看得中的 OK 还有一个号码 821 821 1126 3年吧 3年哈 两个号码哪一个用的多 88885 那个用比较多 8885用的比较多 所以你这个号码的话呢 应该是 这号码相当的并驳跟努力 但是你的并驳和努力 血液仙也是特别强 但是只有付出没有收获 然后你21112 花钱也是特别快 OK 所以容易有肝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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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腫 然后还容易有糖尿病 还容易发生一些意外 事故 车祸之类的 有还是没有 去年一次吧 去年一次吧 去年有一次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号码 必然会有车祸 OK 孙女两个号码一起用无鬼夹决命 不死也要命 不是癌症就是穷坑聊到一辈子的号码 所以你信不希望你这么年轻就穷坑聊到一辈子 他是Seline的儿子 Seline的儿子 无鬼夹决定不死也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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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号码蛮小的 能不能用 还不错 还不错 我个人用到上海还好 就是没有事情 没有事情 可是你因为你这个号码才用三四年而已吗 你再继续用下去哪里会没有事情 明白明白 你要等到他来改还是有提前改 提前改吧 当然要提前改 你这么凶 你的眼睛不强 老师我就是要他改号码 这个号码很固执 他不会听你讲的 你看2112非常固执 对吗 2112他是拿什么号码老师 他要的话这个号码不能用 太凶了 太凶了 什么号码 什么号码2112 你是绝命吗 你拿什么号码充 821那个 821那个 8218 8218那个 后面那个126 对 还有一个66638885 也不好 两个都不好 没有猜中啊 所以我就是跟他说 我要叫他改了 现在我就是现在要跟他安排改 两个号码丢掉 这个号码最好不要用了 这么年轻又这么凶的号码 吓死个人了 填表格 老人用早就出事了 那很不可得丢掉那个8885的号码老师 不好 老师给你选的美美的号码 我知道你喜欢8 我跟你选的有8的 可是是财富的 又是好的婚姻的 好不好 OK 我一条一条都丢掉咯 他这个8885 你说对吗老师 跟他说啊 你看老师 我跟他说 你跟我改了很好 我整个啊 良官散乱 不用做工 每天很有钱 钱来找我的家里 我不用去找钱 很好很好 掌声鼓励 我一直每天自己提心跳 但结果刚才电话响 好的消息又来了一单 哎呦 太好了太好了 冲啊 我讲话你 所以老师你讲他对了 他固执 我不知道 他固执 我不知道 但是我还懂得不知道 他固执 我还以为他很好 OK 穷啊 所以这个最好不要用了 好不好 选一个 你喜欢8 老师可以给你8的 好不好 可是我给你的8 不是烂桃花 是好桃花 好桃花好财富 好贵人 是不 他刚才讲218很美啊 老师 那个8要28 218 真的是218 是癌症的 刚才他讲飞机掉下来啊 逸泥 请死个人死啊 又死多个人死了 对啊 OK 来 那就 冲啊 就不要让你妈妈担心了 担心到睡不着觉 OK 好 来 下一位 田表哥 田表哥 好 下一位 Kelvin Kelvin啊 他一直不可以 谢谢老师 Kelvin Unm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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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vin 按在左下角 听不到 Unmute 老师 他不可以 不可以 没关系 那我就来测这个号码 这边有一个人 他已经 OK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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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什么号码 讲 Kelvin OK Kelvin啊 762 762 3637 3637 OK 好 还有一个是721 来 2721是吗 721 721 8889 8889 OK 这个用几年 20年 这个用20年 上面的呢 也是20年 也是20年 所以 你几岁 62 62岁 结婚了没有 结了婚了 第二春 好 那你是做哪一项 84行业的 84 加80 对 好的 那这个号码 两个都 哪个用得多 3637的 用比较多 3637的用得会比较多一点 3637 哇 五鬼加结命 五鬼加结命 我刚刚有讲 会怎么样啊 不死也半条命啊 死也半条命 所以你现在没有死 是半条命 对咯 OK 富再累累哦 富再累累 of course啦 五鬼加结命 成分了到一辈子嘛 你下面有一个 你下面是绝命加五鬼 又是五鬼加结命 218 218 218 你还加莫害 218 还有加莫害 五鬼加结命 还加莫害 叫投资会失败 哇 你真的是 真的是 惨哦 惨啊 哇 这不是你的错 218 真的号码 89是废 废或呼吸系统 所以这号码 很容易有 刚才肺癌啊 OK 还有血液之类的 太凶了 OK 嗯 明白 所以哇 现在这个号码 穷困了到一辈子 对对对 所以要不要 要不要改变命运 要 要不要身体健康 要 要的话 这个号码 能不能给你 能不能给你 好运气 能不能给你健康 要 赶紧换掉 这马上丢掉 这个太凶了 实在是 看到都害怕 好 OK 好不好 Kelvin 对 赶紧把表格交上来 你这个必须要第一个交表格 太凶了 OK 可以 Denis会发表格给你 好的 好的 好 来 下一位 那我来测一下 我这边有一个人发给我的这个 这个号码是 马来西亚的一个号码 这个我看好 这个都不用测了 OK 来 下一位 哪个人要测 线上还有谁要测 还有吗 没有人啊 没有人要测 我要继续讲吸材数字了哦 老师有一个 来什么号码 他退出了 5534222 男生女生 男生 64年 50多岁 50多岁 结婚了吗 结婚 那几年 10多年 十几年 做哪一行 没有写 没有写 不要紧 这个号码呢 那我们说 553 553 OK 42 这是五鬼 延年加五鬼 延年加五鬼 就是工作之后 喜欢变化 OK 工作之后 喜欢变化 所以在这个工作方面 就是 是 工作 所以有时候会常常去想 但是他可能也不会变化 他想变化 但是可能也没有变化 然后呢 延年跟五鬼都是 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 会比较不相信别人 OK 不相信人 比较有疑心 然后也是会 疑心会有点重 那另外的话 这个号码也是 比较辛苦 熬夜 睡眠差 熬夜 然后呢 睡眠 睡眠不好 就容易有这个心脏病 还容易有这个血液方面 血液或者是 生殖性 缺失小疾病 这方面的慢性疾病 慢性疾病 所以他里边也是没有财富 没有财富 所以呢 他就是会付出多收获少 付出多收获少 财富不理想 另外的话呢 其实婚姻也不是这么理想 婚姻方面 缺乏安全感 OK 所以 就是差不多是这样 财富 财富不是很理想 婚姻方面也不是很好 然后也没有贵人相助 没有贵人 太凉 好的 那还有没有别人要吃的呢 还有哪位要吃的 老师 我太太的 可不可以吃啊 可以啊 来 什么号码 第一个字不要讲 331 吃 3314 935 935 这个用了两年 用了两年 还有一个 2002 2019 2002 2019 这个用了整 十多年了 哪一个用得多 现在是上面那个 下面那个 没有什么用了 没有怎么用 但是还是存在 是吧 是的 这个少用 OK 这样 这样如果他以前用这个号码的时候 你们婚姻就容易出问题哦 对吗 有 有 有 潮了 因为你在绝命 绝命加延年呢 看你不顺眼 看你不顺眼 然后又非常的这个 叫意气用事 OK 所以这些号码就非常容易 发生这个婚姻方面的问题 我们说女生有要求 女生也要求婚姻不顺 然后有0次 开刀手术 2014 2014 是绝命 那绝命加延年的话容易有这个生殖系统癌症 OK 女性 女性生殖系统癌症 开刀 它没有用 但是有放在那边还是有能量 哦 有0次大街空 OK 上面这个号码是他自己选的还是有谁帮他选的 我其实是我两年前有选 我的跟他的一起选的 其实 你跟他一起选的 那你跟他选是你学了一点数字学的字识来选的吗 对 我朋友帮我跟我讲的 哦 OK 所以你朋友跟你讲了之后你太太用了这个号码用了两年 他有什么好的结果吗 比较顺了 因为他是家庭主妇带小孩现在比较顺了 因为孩子长大了 比较顺 所以比较少跟你吵架了 是吗 今年特别少 今年比较少 而是财富呢 财富也有增加 财富也有增加 OK 所以这个号码呢 就是说如果你是自己选的当然可能是一些极星的组合 但是这并没有配到他的八字是吧 什么 没有配到他的八字 没有啊 一个号码要匹配八字才能够拿到他该要的这个财富还是各个方面 所以你是自己选的号码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如果没有配到八字他号码的能量还是有限的 明白 就好像一双漂亮的鞋子 可是呢如果是一双大脚来穿的话就穿不进去会痛 但如果是一个小脚来穿的话可能穿不进 这个是不合不合适的一个号码 OK 所以最好是能够匹配八字的 那我们的这个号码是有匹配八字的 就是会比较能量很快的 OK 明白 好的 那下一位 还有吗 有还是没有 没有的话我要继续讲西材的数字哦 OK好 那等一下如果有人要测的话呢 你可以再继续发送给李老师 我们现在接着来讲我们的西材的数字 马云的阿里巴巴什么是成功的 我们来看成功的号码就有成功的 成功的企业有成功的号码 成功的人也有成功的号码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 这些成功的人或者是企业 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成功的号码呢 OK 大家不要错过 赶紧回来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个马云的号码 这个马云的阿里巴巴的 OK 看一下它的企业是创立在1999年 代表的是领袖 然后呢 它的这个网站跟上市 1688 然后呢 它这个股票发行价 都是一些 有一些财富的数字 所以它创造了两位新首富 马云是中国内地首富 孙正义是新的亚洲首富 万达为什么会成为地产龙东老大呢 因为它这里边就有一些财富的信息 所以万达它的总资产 达到6000多个亿的资产 也曾经有三年排在中国的第一名 第一首富 但是我们刚刚也有讲说 号码当中有零代表四大接空 所以我们也知道万达有一段时间 它有4000多个累积了4000多个亿的负债 然后首富变成minus的负 好像负债太多 OK 所以你看它两个零 这个300要代表套大钱 这个很大的一笔财富被套 OK 所以难免有这种官司和是非 难免破大财 OK 所以不要看一个人 好的时候风光的时候 你要看一个号码当中有零的 你现在有多风光 未来就会有多糟糕 OK 所以号码当中有零的 尽量避免 来看这个苹果卖的很火 它这个price 我们说这个价格也是有非常稀采的数字 那各位如果你希望你的财富 你希望你的产品大卖的话 你也需要有一个稀采的数字 让你的产品大卖 OK 那这一笔定价 淘宝网上同一个页面 149元比148元卖的好 是它的这个十 2000多倍 OK 为什么呢 因为是稀采的数字 然后呢 49比38卖的好 它的这个人是它的十倍 同一个页面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因为它的这个 这个价格是比较稀采的 大家知道李嘉诚香港首富 它的车牌是3933 OK 车牌是3933 这叫贵人相住 马花城的也是有贵人相住 OK 这个也是贵人相住的 马云的车牌也是一样 A9 A353 这也是贵人相住 毛主席的车牌 772 实力宠户的贵人 OK 这个是领导的数字 343 领导的数字 还有这个呢 1945 这也是领导的数字 OK 所以说有什么样的数字 就有什么信息 有什么信息 就有什么样的结果 有什么结果 就有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就是一个宇宙的规律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你相信它也存在 你不相信 它还是存在 所以各位呢 你们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呢 相信还是不相信 来相信的举手 相信 相信的举手 OK好 好手放下 那根据十年来数字能量研究 发现有一个匹配你八字的 现象万财手才有贵人相住的号码 你坚持使用 一定可以帮你改运 那这个没有匹配八字 跟匹配八字 它的号码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匹配八字 就好像一个马云的号码给到你用 但是你不一定有财富 为什么呢 搞不好你是身弱不担财 身弱不担财用到来 那个财富很好的数字 甚至会负债 OK好 那么这个匹配八字是相当重要的 改手机号码是当今改用最快 最简单有下最能做到的方法 满杆没有用 一定要巧切宇宙能量 OK好 那这个巧切宇宙能量 各位呢 你们是要work hard还是work smart 你们要work hard还是work smart work smart work smart 我们要work smart 所以不改号码呢负财失败负责越来越多 改号码就是好的产运 事业越来越损会越来越幸福 大家想改运吗 要 想改运的就是 OK好 手放下 那接下来看一下改运到底有没有效果 多久有效果 好像说你自己选的号码 跟说你在外面的那些老师选的号码 没有匹配的八字的 你可以跟我们的效果来比较一下 看选的号这个效果比较快 OK 当然我说每个人的八字不一样 它的效果可能会有快有慢 OK 但是呢 你基本上取一个平均数 大概就是你的效果 我们来看这位台湾的房地产中介 那一年前 他在一位大师那里改了号码 还花了很大一笔钱 可是呢 一年的时间都没有拿到什么材货 在李老师这里只是一个礼拜 我跟他重新改了号码之后 他一个礼拜卖了两套房子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制作主干电话号码之后 我们制作主干电话号码之后 我们在一位大师中介入 一个很快的房码到现在 已经成交两套房子了 那在这之前还没改之前的号码 也是以台湾的一位老师 我们制作主干电话号码之后 但是比较不要紧张 但是遇见了老师之后 我们在一位大师中介入 我们制作主干电话号码之后 算我看了一个问题的未老师之后 我们才一个时间是 一个很快的大师 那是使用指令的作业 在完结化之后 有一个很快的效果 小林总那把这些цо 一样 pray 所以 对 我们 好 这 有一些 麻烦 大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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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听不清楚啊 他是说他的收入多了三倍了 你们听不清楚吗 这个人呢 他是曾经有这个忧郁症 他的儿子15岁就已经是这个血癌了 然后呢他改了号码之后啊 成交了一个四百多万的房子 所以他的佣金接近十万新币 那么这里是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里是一个做教育的 培训的董事 来我们也听一下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吗 没有 没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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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音 有声音 那么你最好想想想要它 twice 因为 它不没意思是它不在那里 它不险生 可能会发生 所以 所以一直在最終避免避免 把自己進入良好的事件 改變為理由 改變為更好的生活 所以你也可以感受更好的生活 誰知道 一天你可能會有什麼我會有 有很多機會 有很多機會 在改變數字 這個人 你看他趕然後把第二天馬上見笑 我們來聽一下 嗨 大家好 我很開心 換了這個老師給的新的手機號碼之後 第二天就很順順利的 close了一個丟 蠻大的數目值的 很開心 因為真的好像是會人來了 也沒有真的很用功的做 但是就是這麼樣子來了 是第二天 要相信 讚 OK 你看 這個 我們的吳老師 改了號碼成為四個國家的第一名 這個是29年業績是零的 但是他改了號碼 只是看到我的號碼而已 馬上進帳 7700 看到而已 你看他還把業績發給我看 從入不付出的一個人 可以月入幾十萬 這是打贏官司的案例 還有一個人 他討了這個債 討投資管 討了三年沒有討回來 改了號碼兩個星期 就把錢討回來了 3萬新幣 OK 這邊是 哇 中馬票還可以中幾百萬的 你們有沒有中過幾百萬的馬票 各位 你看一下這個人 他改號碼才兩個月 之後這邊中了這個2506 中了200萬新幣 那他後來又買這個9199 居然中了500萬新幣 然後後面短短三個月中了3000萬 OK 來 各位誰想要中這個大獎的 請舉手 要中大獎的 好 拍拍你的一下嗎 不要 OK 幾千萬 他3000萬 真人正事 你們在這裡常常說 在這裡你會聽到他真人見證 他有見證好幾次 OK 這個是台灣的 這個台灣的這個什麼呢 一個風水師 馬來西亞的風水師 改了一分鐘就收到錢了 然後速度很快 這是股票一直賺錢 這個是老闆一直賺大錢 家庭關係變得更好 OK 還有呢 這個有四個癌症的 四個癌症的都好轉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四個癌症好轉的案件 各位 數字學的朋友 晚上好 我 名字叫Stella Ho 我在半年前 為什麼我的一隻聽沒有 我的 沒有聲音 好朋友 Joyce Ang 他把我帶來這個數字學 他跟我講 數字學的 可能你沒有set 好處可以把這個病情 可以換到最低 然後我就 有啊 我全部都有set 去來聽 聽了三四 沒有經歷 然後我回家 我還是沒有做到 然後我去去年半年前我換了這個號碼 就醫生跟我講 我有大腸癌 有乳癌 也有鼻咽癌 也有肺癌 雞水 那個雞水的現象 然後好轉的 現在是 兩年後才去看 還有一次 謝謝這個 李老師跟我換了這個號碼 OK 來 我們可以來掌聲準備一下 好的 當然還有很多的案例 你看這個也是健康豪爽 我們太多了 我們都不要看了 好 所以我們大家 大家節約一度呢 從事不在失敗 不在快門 不在破財 財源廣進 廣結三元 是成功的內心案件 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 我們已經幫助上萬人 改變了這個命運 財富倍增 婚約和一些幸福 我們的服務包含 你的八字 還有這個稀財的帳戶 鎖財密碼 真相貴人 全方位的手機號 跟適合你的行業 適合你的食物 適合你的服飾 跟帶的配飾 還有這個預測牌 這個預測牌 準確度97%以上 什麼都可以測 可以測你的 財運、事業、健康、合作 都可以測 OK 每個月可以測一次 每次可以問三個問題 一方是12次 所以還可以給你一個旺財的車牌 所以只有這樣的一個 這麼多全方位 為你改變命運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配套 你們覺得價值多少呢 如果有這樣一個服務 可以幫助你排除備增 然後呢身體健康 婚姻幸福甜蜜 你們認為價值多少 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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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好 OK 覺得是無價的 覺得是無價的 請把手舉一下 OK 覺得是無價的 請舉手 OK 雖然是無價的 但是我們今天